吉兰在这里再迎来不速之客 说的就是经常触摸当地的野生大象 从十年前开始 野象不时入侵当地一个甘榜 频频破坏村庄田园 较居民无可奈何 原主指出野象连续两个晚上入侵田园 至少六公顷的农作物会于一旦 居民甚至担心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居民指出长达12公里的低压电离把也遭受破坏 居民希望当局能够重建低压电离把 防止野象再度来袭 日理县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长 到当地巡视后也保证将会监督情况 确保居民的安全